我們請各位看一下 像剛才我們在搜尋照片 比如說我搜尋一張照片 我用頭像去搜尋照片 我點我兒子的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照片 假設你發現了某一張照片根本沒有它 照片辨識錯誤了 你可以把那張照片 移到照片的左上角 你看這邊每個左上角都可以去按這個勾 你可以去把那張照片勾起來 然後到電腦的右上角的三個點點 點一下移除搜尋結果 OK 你把你的照片先選起來 拿幾張照片辨識錯誤了 你把那張照片勾起來 到右上角的三個點點 選移除搜尋結果 移除了之後 下次你再點這個頭像去搜尋 就不會看到它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可以 等一下可以試一下移除頭像 包括你今天如果你下了什麼關鍵字 發覺它並沒有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福岡 我們看一下福岡裡面 假設他找到這個 你覺得不是福岡的相關的照片 打勾勾三個點點 它反而沒有 它只能針對頭像去做移除 去做移除 但是事實上每一張照片 每一張照片其實是可以編輯它的資訊 比如說這張照片我點起來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資訊 這邊就是你今天詳細的一些資訊 各位有沒有看到 剛才我有跟各位介紹 每一張照片你拍的時候 它會上面會記載 比如說這張照片是幾月幾號拍的 甚至幾點幾分 然後呢 甚至今天照片的解析度 寬高是多少乘多少 那多少畫素 有沒有看到這邊410萬畫素 Mega M是Mega的意思 Mega就是100萬 所以是410萬畫素 OK 它的容量多少 它的檔案大小是624K 然後你是用哪一支手機拍的 另外有光圈 然後快門 另外你的鏡頭等等的ISO 是多少 你看資訊寫得很詳細 然後另外地點就在這裡 定位 把你的地點都找出來了 然後 經緯度 東經130度 北緯33度 都記載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根據照片 去看照片的詳細資料 OK 好 所以呢 來各位嘗試一下 你可以點開一個照片 去看你的詳細資訊 當然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希望這張照片 以後在搜尋上 能夠更好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新增說明 多加一點文字 有助於你以後的搜尋 OK 以後的搜尋 比如說你真的希望說 你自己想整理一個精選影片 精選照片 你可以在資訊的這個新增說明 你打精選照片 然後以後你覺得喜歡的都精選照片 然後以後你再搜尋上 這邊打精選 或者精選照片 你那時候特定設的文字 那幾張照片 就會找出來 可以嗎 好 所以各位嘗試看一下 就是今天 如果你的頭像的部分 有錯誤的 請你把它點起這個 左上角的 不要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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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點開來 三個點當中 沒有移除的功能 但是 左上角 打勾勾 三個點點 移除搜尋結果 OK 然後另外呢 剛才講說 你今天 每一張照片 點進去之後 按這個 圓圈圈有一個I的 看一下 這個照片 有哪些資訊 OK 你看其實 反正這邊都有顯現一些資訊 我在哪裡拍的 有沒有 然後這個 這一支 手機 我用多少光圈 多少塊本 好 等等的這些資訊 還有手機的話數 這些東西 幾月幾號拍 都有 好 所以 來 請各位試的找找看